每天早上我最烦恼的事情就是 今天要穿什么衣服 你们跟我一样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柯柯 我们除了洗澡之外 应该身上都穿着衣服 要出门上学运动社交 可能还得是不同的情况换穿适合的衣服 没穿衣服就几乎什么都不能做 每次发生天灾时 最先送往灾区的也是衣服和食物 但是人为什么要穿衣服呢 好像不只有保护身体这么简单哦 仔细看看现代人穿的衣服 有很多和保护身体一点关系都没有 像是男生系的领带和女生穿的高跟鞋 就是这样 我们会透过穿衣服化妆还有染法来改变自己的外表 当我们换上好看的衣服 站在镜子前面的时候 哇我们会觉得好开心 因为衣服我们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 衣服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可以让我们给人不同的感觉 甚至扮演其他的角色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开始人们为什么要穿上衣服呢 历史上又曾经出现过什么厉害的衣服 衣服的背后又隐藏什么讯息呢 人类最开始穿衣服的契机是什么呢 让我们从人类的历史说起吧 原本人类住在比较温暖的非洲 但是后来他们想要离开家乡 前往更北方的欧亚大陆 不过欧洲和亚洲的天气都比非洲冷很多 人类没办法适应这种天气 没有办法适应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跟其他的灵长类动物比 人类体内的棕色脂肪非常少 棕色脂肪是可以快速代谢的脂肪 对动物调节体温很重要 例如从冬眠中要醒来的熊 就会利用棕色脂肪来快速产热 另一个理由是 人类的体毛与猩猩猴子相比非常少 不太有保暖的功能 所以只要移到寒冷的环境 体温就会迅速下降 也因此如果人类想要移动到其他的大陆 就一定要穿衣服了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 直到大概八万年前 人类才第一次穿上衣服 这个时间也就是人类离开非洲 前往其他大陆的时间点 在这之前的将近一百万年的时间 人类什么都没有穿 跟动物一样光溜溜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哦 而人类最开始穿的衣服是瘦皮 到很晚才穿布料缝制的衣服哦 直到约西元前九千年的美索布达米亚 才出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布料纺织技术 所以在人类历史中 没有穿衣服的时间 其实比有穿衣服的时间还要长哦 随着历史发展 衣服早就不只有保暖的功能 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我们能从衣服看出人的社会地位 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 几乎都发展出象征社会地位的衣服 人们只要看到你穿的衣服 就知道他要对你说什么话 用什么方法和您互动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 历史上不同的文化 有什么象征社会地位的衣服哦 首先来到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 在古罗马 社会地位则可以从一种叫做 托家的长袍看出来 上层阶级的人都穿着托家 不同颜色的托家 则代表不同的地位 到了中世纪的欧洲 骑士和贵族则穿着金属铠甲 越精美的铠甲就代表越高的身份 17世纪的法国贵族阶级 也非常注重他们的穿着 在当时男性贵族可能会穿 戴有刺绣的吉西外套 女性贵族也会穿花纹复杂的长袍 这些华丽的衣服只有贵族才能穿 因此就能用来区分贵族和平民了 或许你们也可以想想看 现在的我们还会用衣服来判断别人的社会地位吗 你可能衣柜里最常穿的衣服就是 学校制服 人不一定随时都能穿自己想穿的衣服 有些时候因为社会或团体上的规定 我们需要穿上制服 制服有很多的功能 可能是方便大家识别 让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 它属于哪一个团体 例如穿着球衣的球员 还有穿制服的学生都是哦 也有一些制服反映了穿着者的专业 有助于建立人们的信任 例如法官和律师会穿上发袍 医生会穿白袍 心理学发现穿上制服后 人们会变得更尊重这些专业人员 更相信他们说的话哦 还有穿着制服 不只会影响别人的观感 也会影响到穿的人自己 穿制服可能让人变得更有纪律 更专心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上 心理学研究就发现 穿制服能让学生变得更认真听老师说话 而且在需要注意力的课堂上 穿制服的学生表现得 比没穿制服的学生更好 制服让我们变得不像是原本的自己 而是变成某个要扮演的角色 这个就是服装的神奇魔力 我们现在知道 穿衣服不只会影响外表 也是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不用穿制服的日子 你们会挑自己出门要穿的衣服吗 就算你还是小学生或是国中生 你也可以在搭配衣服的过程中 学习认识自己建立自己的习惯 也可以学到怎么跟父母表达自己的意见哦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是柯柯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英语聊天室 我是Alice 你最喜欢穿什么clothes呢 我小时候上学 都要穿uniform 制服 现在终于可以随心所欲的搭配了 我呀 平常穿得蛮随便的 但有一群人衣着很讲究 因为他们要cosplay 为了play the role of a character 扮演好一个角色 他们对角色的costume 服装打扮 可是很仔细研究 成果看起来就像艺术品 好厉害呀 今天学到的单字有 clothes clothes 衣服 uniform uniform 制服 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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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扮演 costume costume 戏服 特殊服装 那今天的英语聊天室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哈喽凯特 哈喽可可 今天话我来考考你咯 好的 好 第一题 第一题 双胞胎不分离 睡觉在床前 吃饭在桌底 要猜一样东西 那个是日常用品 你一下就会猜到筷子之类的 可它不会在床前睡觉 对也不会在桌底 对啊吃饭在桌底 嗯 嗯 它是穿着类吗 算是 穿上的东西 穿上的东西 对 然后用品 日常用品 没错 每天都会接触 嗯 所以我每天起床之后 开始刷牙洗脸 在家里或出门都会接触到 在家里出门 出门的时候 诶 出门都会穿对不对 那是不是鞋子 叮咚叮咚 答对了 太有趣了 答案是鞋啦 就不管是拖鞋啊 布鞋啊 凉鞋啊 都是鞋 对不对 而且睡觉的时候 你要把它拖在床的前面 没错 吃饭的时候 它在桌子底下 答对 原来如此 好有趣的题目哦 第二题 什么布剪不断 剪不断 没错 什么布剪不断 要猜一个 反正是脑筋急转弯啦 脑筋急转弯 依照之前的逻辑 它可能会是什么什么什么布 或是布会在 这个名词里面 对 它就是什么布啦 它是在室内 还是在户外的 通常会在户外 家里想要自己做一个 什么小的手作的话 也是也有啦 小小的 但通常是很大很大很大 很大很大很大的布 会在什么 国家森林公园里面出现的那种 应该有 哦 我好像想到一个布 好像蛮合理的哦 请 做 打 是不是 瀑布 答对了 因为它不管怎么捡 它水都还是会继续流下来 没错 厉害厉害厉害 好有趣的题目 那你们猜对了吗 你们猜对了吗 下次再见哦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